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台北东兴路巷子里的一家台菜馆 附近的上班族昵称座这里是最爱的员工餐厅 因为这家老板娘非常的热情 不但主动帮忙配菜 还习惯跟客人嘘寒问暖 这里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外面绝对吃不到 叫做橄榄猪剑宝 非常的有创意 你好 两位吗 好在里面 等一下我拿茶 这菜鲜蛋 炒得好 炒得嘛 好嘞 我爸老板娘不跟你去 他就去后面白鞠鱼 我就是老板娘太吵了这个气氛最好 就感觉比较家的感觉 很温柔的感觉 小姐今天没有拿贵竹筍 因为他有提绿筍 所以贵竹就尝试去添 不然两个都筍了 对 你要吃绿筍吗 对 这个很嫩 比吃水来要好吃 26年来 与先生和福全两个人共同经营 这家不到50人座位的台菜馆 不同于老板夫妇的个性很踏实 比较一道菜200块 再加上老板出生于大饭店的手艺 店内几乎天天爆满 但在老板现点现潮的坚持下 等待似乎是必经的过程 对于老板龟毛的个性 老板娘也自有一套对策 她很好 我觉得她有一套 要忍住啊 我告诉你 她会来这个跟你 稍微聊一天很亲切啊 战气很亲切 她稍微聊天的话 她会招待小菜 就没 对 原来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她是红蛋啊 有了亲切加料 老板拿手台菜更吸引客人 尤其是这一道 几乎失传的橄榄猪剑堡 使用的是一头猪 只有两小块的猪剑肉 没有难咬的肉筋 更适合拿来乳肉 前剑肉比较好 它的肉质比较Q 比较有弹性 选用的我们都采买这个前角肉 等于说一只猪只有这两块肉 去除掉多余油脂的猪煎肉 先用大火油炸 逼出多余油脂 这个过程叫做走油 让它的肉紧缩一点 然后滷起来 口感会比较接 接着老板拿出口袋法宝 开皮见味的橄榄果替代冰糖 让味道不止甜还能回甘 再加入秘密中药配方 增色与调味 卤出猪煎肉的喷香滋味 煮到变色后就得停火 静待两个小时 让味道更香醇 因为我们已经卤过一个小时 它等于说这个材料 它已经都能够释放出来 然后它的肉会吸收这些味道 所以一定要劲爆 呈现油亮酱色的猪煎肉 三发橄榄特有的甘甜香气 不同于一般乳肉酱汁的死甜 橄榄猪煎肉吃了居然会回甘 还会下饭 鱼肉要卤很久 它这个很嫩的 卤肉的肉比较硬 它这个要比较测 它肉汁要比较好 才能这样做 它这个肉蛮好吃的 它没有添加很多那种调味料 比较忠于原味的 另外老人小孩来到这里 最爱吃的就是口感滑溜溜的 咸南豆腐蟹腿肉饱 新鲜的花蟹腿可是老板天天跑去 鸡楼参花店的辉煌战机 它就是现胶现材 然后我们去采买就现买 比较有弹性 然后吃得出它的甜味 有海味 与腿腿蟹腿最搭配的就是切成细片的洋葱 加入剥脆的鲜鸭蛋草味 用小火慢慢煮出 蟹腿饱的咸香滋味 饱满的蟹腿肉 以青椒豆腐点缀 搭配重口味的咸淡脆末 滑顺口感 不只可以配饭吃 还能当堂喝哦 口感非常好 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蟹肉的饱满 然后再来豆腐也非常的嫩 然后再加上它有那种 那个咸淡的那个地味 我觉得非常入口即化的感觉 还有就是可以配饭得非常好吃 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 还有天天献批的海鲜 尤其是这一道宫廷清蒸海鱼 老板会是当天的鱼货不同而做变化 像是当季最鲜美的黑猴鱼 就是老板眼中的最佳主角 清蒸后的黑猴鱼 加上炒过的芝麻调味 让香气更加浓郁 细致的口感 让爱海鲜的日本人都折服 日本人是鲜鱼 鲜鱼 鲜鱼呢 生鲜鱼 那是鲜鱼 那是鲜鱼 所以不是鲜鱼的 那是鲜鱼的 那是鲜鱼的 鲜鱼的 鲜鱼的 有机会带朋友过来 胡适的小店 男主内 女主外 两个人一手包拌 没有开华菜中华 只有情义两个字 26年来从没见过 热闹声也不如跟随 鲜鱼 这就是 感谢观看